百貨各位貼出Bye-bye sale 全面一折優惠廣告 其他樓層也有人 圓忙著裝箱打包 甚至部分專櫃已經清空 位於北市西門町商圈 圓白寶慶店已經開業51年 1972年1月18號開幕 是台北現存的最老百貨公司 喊出要改建打掉重蓋好一陣子 現在終於拍板 7月底是最後營業日 預計8月進行拆除 接下來預估要花5年以上打造 現在要寬大 要舒適 要有光線 在我們那個店 因為有30年了 很難能夠符合 沒有不捨 難免有一點 但是基本上行業又跟著時代走 要滿足顧客為主 過去徐徐東曾講出痛點 的確圓白寶慶店很有歷史 從一進大門 周邊都是樓梯爬上爬下 樓層天花板沒挑高 空間局促等 當年全剩時期 年營業額曾有27億元 但近年各大百貨競爭多 年營業額剩10多億元 目前保新店營業面積約8000坪 地下三樓到地上八樓屬於中小型百貨 消費主力是老客人 有六七成都是熟客 但未來改建藍圖 業者說目前還在選圖階段 董事長徐徐東還沒定案 但接下來要先迎接改建風館大拍賣 首播活動從6月1號到6月27號 服飾滿3000送200 大家電滿萬送千等 要回饋消費者 TVBS新聞中的洪俊瑋也看到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